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的练习是关于自我认知练习 重点是多重自我 关于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很熟悉 但是呢又好像很不熟悉 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命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这三个问题呢 我们很可能花一生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回答 人类思想史上的各种宗教和理论 某种程度上都在探寻回答这三个问题的路径 佛教用了五蕴来分析自我的多样性和无常性 又用了贪嗔痴来说明自我受了欲望的污染 另有一个清净的自我需要通过戒定慧去证悟 基督教用了原罪的概念 说明了另外有一个需要通过救赎去实现的我 卢家认为呢 人之初信本善 我们现实中的自我被私欲束缚 并不是真正的我 需要通过道德的修炼去达成一个完美的自己 那么现代心理学呢 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的学说影响很大 1923年呢 弗洛伊德提出了三个概念 什么三个概念呢 叫本我超我自我 一直到今天还被人广泛的运用 也是我们今天认知多重自我的一个基本工具 所谓本我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人性中最原始的本人的欲望和冲动 是一种无意识的 非理性的观人的巨大能量 那这个本我呢 它总是遵循快乐原则 追求生物性的快乐 所以呢 总是被压抑着 是那个被压抑了的我 超我呢 大概的意思是我们理想中那个完美的我 是道德化的我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呢 超我代表了父亲的形象 以及社会的和文化的规范 所以呢 超我和本我是对立的 超我呢 总是要去抑制本我的冲动 总是对自我进行监控 总是追求完善的境界 那么自我呢 大概的意思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 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 但是呢又受智语超我 自我呢 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以合理的方式呢 来满足本我的要求 弗洛伊德呢 把自我看作是人格的执行者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呢 意识呢 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本我 自我 超我 那么这三个部分呢 构成了人的完整的人格 也就是构成了多重的自我 另外呢 马斯洛从自我需求的角度 去认识多重自我的理论 影响也很大 马斯洛在1968年呢 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 认为人的需要呢 有生理需要 有安全的需要 有归属与爱的需要 有尊重的需要 有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么五个等级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呢 就体现在这些 不同等级的需求中 与多重自我相关的是 关于多重人格的观念 那么这个在西方的心理学 甚至电影里呢 非常常见 心理学家卡梅伦·威斯特 他自己就是一个 多重人格的患者 他的多重人格呢 据说有24重之多 他写了一本自传性的小说 就叫24重人格 好像还拍成了电影 那么另外像好莱坞 有几部很有名的电影 像三面下娃 致命ID 以及恐惧等等 讲的都是多重人格 那么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呢 多重人格作为一种疾病 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 比较常见的 是不同自我之间的 不协调 引发的精神分裂 通俗地讲的就是拧巴 我们普通人没有必要 去研究那么多理论 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 基本的认知 就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 应该去如实面对 自我中的各个层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我们普通人进行自我认知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如实地观察 三个层面的我 一个是生理层面的我 比如我的龙帽 我的身体特征 我的眼睛 我的手等等 这样一个身体 构成了我对于 自我认知的一个基础 另外一个呢 是社会层面的我 就是我在社会中的 各种角色 比如我是一个大学教授 但是回到家 又是一个父亲 在社会上 又是一个写书的作者 在某些场合 我可能只是一个 中年男人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是 心理层面的我 比如我的记忆 我的情绪 我的性格 我的气质 我每时每刻的念头 我写的书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 自己用手杖 对于这三个层面的自我 进行观察练习 可以进行长期的观察练习 在练习中的 你会越来越了解自己 那么除了这个 长期的练习之外呢 我再推荐两个 很简单的练习 对于我们自我认知 有一定的帮助 第一个是 形容词练习 第一步呢 找出五个形容词 来描绘你自己的个性 第二步呢 找出这五个形容词的反义词 写完后呢 你可以非常放松地坐着 站着也可以 闭上眼睛 把两手的慢慢举起 达到和肩膀同一水平就可以了 两个手掌的相对 慢慢张开 然后呢 你要想象在两个手掌之间 有一个能量球 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大小 也有一定的颜色 在想象中呢 把五个形容词 一个一个的 按次序 放到这个能量球中 看看这个能量球 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第一个简单的练习 第二个呢 是关于自我关注和自我觉察的练习 这个练习的核心是 我们应该尽可能少一点自我关注 而多一点自我觉察 那么自我关注呢 是一种欲望的力量 过度重视结果 忽视过程 过度呢 重视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存在感 所以呢 从心理学角度看呢 自我关注背后 往往是一种匮乏性的欲望 像自恋 通过攻击 获得别人的注意等等 而自我觉察呢 是被成长性的需求所驱动 是一种成长的力量 自我觉察的要点是呢 尽可能不去干扰 外界 加之与自我的东西 但一直保持警惕 知道它的缘起 也知道它会消失 看着它 一个很简单的练习 假如你有微信朋友圈 那么你发完几张 美美的照片之后呢 不要再去看微信 不要去看有多少个赞 发完之后就放下 反复进行这样的练习 也可以通过其他小事情 进行这样一个练习 做完就放下 不要去关注结果 做的时候呢 很专注 很享受就可以了 然后把结果放下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会和大家分享 练习课 自我认知练习 关于真正的自我 愿我们在不同的角色之间 找到自我协调的机制 活得不拧巴 不纠结 感谢 dawn 般苏 朴格 朴格